玩具TV第29季第六集 一开始帮我们做一些艺术性的东西 对,很特别 其实不应该我坐在这里 因为这些艺术东西是最艺术的 另外刚刚也很艺术 刚才到,所以先吃着 你过来 你难够 我过来过来 这次是一个新厂 其实也是第一次见到 QIQI 如果是国语的就Chili 英文就是QIQI 第一单就是梵糕 梵糕还有两款 叫做Automata 刚刚看到它坐下来挺有趣的 所以看会不会TV无稿 最过人的地方 你可以任趣 所以你说你拿这两件东西 各位老闆都很害怕 我们怎么跟他玩 但是也挺好的 因为老实说 我想这两件货品 如果不是我们玩具TV 我想大家看到它的机会率 都不是特别高 什么地方可以买 因为监制说了几次 他都不理会我们 所以我们坐在那里 你知道我们的监制 那些人不太阔落 这个其实是一个盒子 这个 你便知道 这个你便知道 拿一下盒子 你看到本身叫做两款 其实它未来还会有纳喊 还有纳喊 现在就只是介绍着第一个产品 还有两款 这个产品也有一个中文名的 叫做艺术家自动机系列 艺术家自动机系列 究竟自动机是什么家货 我觉得是手动 我觉得要加一些音乐 像音乐盒那些 你问我其实奏住那一套 但你的Starry Night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菊花也很熟悉 那你配上菊花 我被人爆菊 所以说菊花 就是你和德哥都很熟悉 你又找吃多艰难 又不小心把自己的辛酸 和观众分享了 有没有被人叫你滚 通常都是 你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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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玩 对 看到了 德哥这个 这只不过是这个 这只不过是这个 其实这个也很有趣 你看到它 就会拔开耳朵 而上面 就还有个星球 走出来 还有它也有很多个连动 鞋子也会动 腿也会动 腿也会动 还有花也会动 我读到它伸出来的是什么 这个是星球 对 这个是星球 看这个你就很容易明白 这是一个脑袋 对 连眼睛也会动 对 对 其实很过瘾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版 特别版 应该是 星空水 所以这个是多了一支笔 其实还有一支花 但这个盒子是讲究很多 对 这个盒子是漂亮很多 这个盒子是有凹突纹的 对 而且这种药汁是画 对 对 对 所以真的挺过瘾的 那价钱是多少钱 是96元 7元 7元 2元 是一样价钱 一样的 一样的 这个是盒盒 这个可以 不是啊 面团有写的 哦 对 对 试除专辩 你喜欢谁试 就试除专辩 对 对 里面还有两张 不知道是Postcard 还是证书 虽然是很漂亮的 对 每一款都会跟两张这些卡 就是 充满这个艺术气息 没错 我突然觉得玩具TV就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对 不过又有Walker在这里 幸好 嗯 还有我们三个 你试试啊 大佬 对 对 对 我只会爆谷 对 对 你就见到花都认为是谷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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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很过瘾的 我认为蠟喊 蠟喊应该会很有趣 我认为蠟喊应该会很有趣 我认为蠟喊 蠟耳耳朵很值得 对 很黑色幽默 很可爱 对 刚才说监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Seven 哦 OK 果然都是国际的 是知名的 玩具如何 没错 可以出国际的 对了 好了 那客户的说话到这里 对了 喜欢的 没错 喜欢的就去Seven仔看吧 嗯 没错 稍后见